到底为什么要为总经理卖命到这个地步 这跟总经理没有任何关系 我已经向警方申请了大规模公开调查 黄东培跟许一梅两个人都死在饭店里 只要愿意可以随意删除修改监视画面的人 那个人就是保安市长车东营 我看照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当年我爸被杀的真相也会被解开 八十个人渣垃圾 善罢的 周一至周五晚间十点 我的秘密饭店